字幕志愿者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 大家关心今天一个龙脚企书上 我们今天是台湾同样是受到 丹白风的影响 所以在尿民地区前的北部国 我们的丹白无地区分容同样是比较多 我们明天的天气到今天是比较适合 最后也是同样受到 这丹白风的影响 所以在尿民地区同样的 在咱们尽头上的北部 丹白无地区分容同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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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丹白无地区分容同样的天气 可以说是比较稳定的 可以看到一头 而且目前看起来的丹白风影响的天气 差不多可以冰到 拜三周月或拜十周 丹白无地区分容 丹白无地区分容同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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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未来这个星期的天气 最主要都是使用 丹白无地区分容的时间更多 大家要稍微看来 主要是在在夜晚时 丹白无地区分容同样的 将来稍微进行 所以我们现在也要注意 在海上的 荒烟可能的变弱更明显 所以我们看到就是 今天带大家提醒的就是 防范盗热病提醒大家 我们农友可以先观察这个央栅 田间的叶片是否有病病 也就莱连说我们的病病 因为要赶快把这个 有染病的这个植株 赶快把它移除 那么另外的话 要预防这个倒热病 就是合适的 这个适宜的给予一些这个蛋肥 但是也不要过量 所以提示大家最近又是这个倒热病 目前看到比较明显 比较容易出现的时间 另外这个资讯上提供的给大家 就是1090年度第二学期 我们农渔民子女的助学 竟从3月2号开始会受理申请 所以我们农渔民朋友要赶 这个时间在3月31号进行 向我们户籍所在地的农渔会 来申请这个宝贵的资讯提供给大家 我们来看就是提供的 包括在拜日 拜日是受到蛋白后的影响 拜日同样是蛋白后的影响 虽然说最近看来不公开 我们英文民地区百部 丹百部 同样有少看这些钱包的云系 那么就是说可以看到 在我们中国南方这附近 同样有一些水汽跟云系 在逐渐的这个深层当中 可以看到在拜山的时候 同样是受到蛋白后的影响 在拜日的时候 这些蛋白后的稍微来减少 所以说拜日的天气 我们台湾是较稳定的 可以说是在未来的几天 相对来说较稳定的这些天气 不过很劲力在在拜国的时候 下一波的东北风增强 在在拜国的这些日子 东北风就增强了 水气过去变得稳固更增 不过最主要是在我们的 我们的养民地区 百部孤独咱十分地区 这个拜那时候 拜联盼的00% 下一个月的人 就在小时候 这里的因为天气都是 稳固较稳定的 尤其是我们的养民地区 那是可以说看到什么地方 较稳定的 最主要是说养民地区是较稳定的 明天几天的会儿 最主要是拜祀 目前有空间的空间 主要就是说都是这个银方面的局部临行短暂 正在没有人看着说 这个水流水气没算过 所以虽然说的落后 不过也没说落到改变 最主要就是在我们的东坡部地区 中南部地区都是较少许多的影响 在拜四的会是相对水气比较少 拜五的会下一波东北风增强 预计礼拜六 礼拜天 拜六到礼拜 还会有下一波方面运行来 影响我们的台湾 不过目前看起来 这波风眠的水气也不算是很多 所以天气有几双变的话 不过是说会有这个明显的降雨 可以对我们的雨情 这个水情有一些帮助的话 可能这波降雨可能还不太有机会 所以大家还是要特别节约用水 以上就是我们今天这个 转发起来的明天再次再会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